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本来呢,咱们是想啊 今天继续讲金城公主进藏 因为在昨天啊,咱们讲 那个文城公主那番啊 咱们埋下了扣子,就等着 这个金城公主这番啊,咱把这扣子 打开了抖出来呢 可是我发现呢,这几个平台上的 留言呢,好朋友对这张啊 西藏十二斯镇魔图 感兴趣,让这个 往深了八十八十 可以,那咱就往深了八十八十 说实话,机缘巧合 这张图啊,我还真见过 这张图啊,它不是画 它是一张唐卡 我在哪儿见的呢,这学徒 我呀,还真没去过西藏 这张原图啊,据说在 这个西藏的拉萨博物馆 可是我与这张唐卡 德元相见呢,确实在 首都博物馆,那是在 2018年,2018年的时候啊 这首都博物馆有一个 天路文华的西藏 历史文化展,其中展品 当中就有这张唐卡 哎,您别急,据说这个展出啊 是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巡回展 迟早有一天呢,回到您家 门口的大博物馆的 当然了啊,得是省级博物馆 我看这个地区级博物馆呢 没戏了 说实话,当时我的关注点啊 都在这个藏势和法际上 对这些东西啊,不太感兴趣 尤其呢,是看了这个展板的简介 上面说啊,这张唐卡虽然很老 但是呢,它反映的是这个西藏的风水问题 我对这件事情啊,就更不感兴趣了 其实呢,在看过这张唐卡以前呢 对这个西藏镇摩图早有耳闻 这个题材的唐卡不是一张,是两张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 这个西藏的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啊 在整理这个罗布林卡文物的时候 那这罗布林卡是什么地方呢? 罗布林卡呀,是七世达赖的下宫 您可以理解为啊,是一个藏室的园林 就在整理这座园林的文物的时候 发现了这两张唐卡 这两张唐卡呀,画面啊 以及这个尺寸都相同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颜色呀,一张深些,一张浅一些 那原因呢,可能就是啊 因为这个在作画的时候 选择的颜料,不同的原因 咱不说内容 单从这个唐卡的绘制工艺上讲啊 那是非常的精美 那它画的是什么呢? 它画的是一位啊,仰卧的魔女 这个魔女啊,虽然是长甲獠牙 但是啊,面容并不是凶恶可憎 身形丰满,都可以称之为壮硕了 所画的罗刹女啊,右臂上举 手腕下垂 左臂上台啊,手腕弯过头顶 这骑就骑在哪呢? 骑在它身上啊,绘制的有山有水的脉络清晰 并且啊,在各个的关键部位还绘制了寺庙 这魔女呢,裸体侧卧,双腿微曲 这左腿啊,正好挡住了丝处 就不智慧啊,有识观瞻 看起来这画师啊,还是用了心思 这构图啊,还是很巧妙的 这西藏呢,还有没有同样类似的唐卡呢? 不知道 早期有没有发现,也不知道 有人就说了,你都不知道了 说话还这么硬气吗? 哎,是这样 这个藏族的很多文化呀,和他们中原文化不一样 也许这思验当中啊,就藏有这个类似的唐卡 但是他就不告诉你,也不对外声张 所以你就是不知道 这唐卡上本身呢,是没有提拔的 如果没人告诉你 你就会以为,哦,这西藏的地形 大概就是如此 像这么一副啊,躺着的魔女造型 也就是呢,借助这个造型呢 标注了西藏寺庙以及宫殿的位置而已 可是呢,您对这个血液文化稍微了解一点啊 有可能您就听说过西藏十二四镇魔女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跟谁有关呢? 还是跟咱们昨天故事里的主人公 松赞干部啊,文成公主啊 还有这个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有关系 那么说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 那对呀,你讲故事说书吗? 你得使出有点呢 哎,我今儿要拉这点厉害了 怎么厉害了呢? 因为这作者厉害,谁呀? 武士达赖喇嘛,活佛 那有好朋友就得问了 那你惹定是坚信了? 哎,我不信 为什么不信? 我跟您说啊 因为这个武士达赖 阿旺罗杰加措呀 1617年生人 哎,大概齐呢 是明末清初人 可是松赞干部呢 据着新唐书上说呀 他是617年出生 那可是随末唐初的人 这二位啊,没多差 差了一千岁长 写史书呢 就怕这样 后人写前人的史 并且时间跨度如此之巨大 所以说呢 这种史料啊 往往会掺杂个人情绪 以及啊 受当时的政治 宗教 以及社会 等等的问题所影响 那您想想啊 这种史料 它能准确吗? 并且佛爷写的东西 您并不能从表面上去看 咱们先介绍内容 一会儿再往伸了八尺 那么说这部神秘的由这个达赖佛爷撰写的书的名字叫什么呢? 它的名字呀 叫做西藏王臣护法记 国内出版的对这个护法二字可能是有意见 所以说就删去了 叫做西藏王臣记 那么说这么一部书肯定是啊 不容易阅读到 没关系 不贵二十块钱 由著名学者刘立谦著解的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西藏王臣记各级新华书店均有出售 不过您像我这种二十块钱都不想花的 我是啊 借助一些手段 下载的电子图书 只不过呢 全是繁体 看起来啊 稍微有点费劲 咱们不聊闲篇 咱们广说内容 这部书的第四章 说的就是松赞干部 其中就提到了西藏的风水问题 它是怎么提到的呢? 首先呢 咱们还得从这个松赞干部的婚姻开始说起 松赞干部啊 先是在尼泊尔取了一位尺宗公主 咱们呀 结合这本书 还得穿插历史 所以说讲这种东西 我就怕把您讲乱了 这武士达赞很明确的在这个书中指出啊 说这尺尊公主啊 是大婆 哎 就是大妃的意思 这后营取的文成公主 虽然来自于大唐 但是啊 她却是小妃 昨天咱们就说 这松赞干部啊 媳妇有五个 尺尊公主 文成公主 还有来自相雄的李特曼 民耀国的贾木尊公主 还有啊 就是一位藏族本地的女子 叫做蒙妃池江 按照当年吐蕃的习惯呢 这五个妃子 应该地位都是平等的 即便有排序啊 也不会按照进门的先后顺序排序 那应该是按照啊 娘家的实力 以及陪家的多少 但是在武士达赞的书中 这武士达赞就明确给他们啊 定义为了大小妃 那这里边呢 这大妃啊 就是尺尊公主 小妃就是文成公主 那之所以有后来的三位妃子 是因为这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没孩子 所以的松赞干部 为了续香火 他又娶了后三位妃子 其实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千年以后 明末清初人对娶妻纳妾的观点和观念 并不能代表一千年以前的松赞干部时期 那咱们既然讲这部书呢 咱就得按照这个书的故事来 书中的原文就是这么写的 经过千辛万苦历经三年 文成公主来到了西藏 到了拉萨 结果这大妃尺尊公主啊 要给这位小妃啊 来个下马威 她在这个文成公主结婚的喜宴上 毫不客气的直接就跟文成公主说 她说文成公主你且听 你啊虽然历尽千辛赢得花岁结成 来到西藏本境须知藏王的原配夫人是我 这文成公主虽然年纪不大呀 可是一听就听出了 你这个先进门的大夫人呢 这是给我立棍呢 于是也毫不客气的说 我本无有竞争心 你偏挑起争论 先进门你为大 可是须在海上见妙亭 这尺尊公主听完文成公主的话 一下子就惊呆了 哟呦 这个新来的女人 她怎么知道我要见妙呢 并且她还暗中指点我 须在海上见妙 这海是哪啊 她不明白 她说问我 我就告诉她了 在朗朗的够 一年以前 这青藏高原呢 就是大海 咱们不开玩笑 接着说书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啊 这尺尊公主也有陪嫁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陪嫁 就是一尊释迦摩尼的八岁等身像 咱们也知道啊 这个文成公主的陪嫁当中 有一尊释迦摩尼的十二岁等身像 因为尺尊公主啊 是尼姆尔的公主 这文成公主呢 是大唐的公主 所以这二位带来的佛像啊 那既是陪嫁也是国宝 国宝到什么程度 在整个佛学界都得承认 这两尊佛像是佛家至宝 因为据说呀 这佛陀活着的时候 只住了三尊等身像 一呢 就是尺尊公主带来这尊 八岁等身像 还有一尊 就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十二岁等身像 还有一尊佛陀的二十八岁等身像 收藏在印度 其他所有的佛造像 那都是释迦摩尼佛陀原地以后建造的了 你看您作为中国人您多幸运 您现在去拉萨 大招寺一尊 小招寺一尊 不用出国 您就能瞻仰这两尊佛家至宝 这尺尊公主刚来的时候 就想建庙与供奉这尊佛像 可是啊 在哪建庙都是防导屋他 这尊佛像放在什么屋子里边 也是防导屋他 不能建造寺院来供养佛像这件事情 始终困扰着尺尊公主 他听说文成公主也带来了一尊佛像 于是他就溃探这个文成公主 他要看看文成公主把这尊佛像供养在哪 他早就听说这文成公主别看年轻 但是精通中原的星算风水术 他再一溃探 他发现这文成公主把这尊佛像赞安在这么一个地方 这地下深埋了四根柱子 把这个佛像供奉在柱子上 周围用漫杖围绕着这个佛像 并且四周还有乐师弹奏 这尺尊公主来自尼泊尔也是佛国 他一听就明白 这是佛家的音乐叫琵琶妙音 所以文成公主供奉佛的这个地方 才不会防导屋他 他有个小心思 他就琢磨了 赞谱让我建造寺院来供养佛陀造像 可是我老建不起来也不行 我应该贿赂一下这位新来的妃子 以后不能再跟人家找事了 让他好好地教教我建庙之法 这白天建庙夜里垮他呀 一定是有恶鬼捣乱 那好家伙子嘞 您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拿嘴沾人家文成公主吗 不送点礼呀 看样子是不行 于是啊 这个尺寸公主一咬牙 名侍女呀 从自己的私房里边啊 就取出了一生的金豆子 就让这名侍女呀 去送给文成公主 让文成公主教她一个建庙之法 侍女见到了文成公主 说明来意献上金豆子之后啊 这文成公主也不知道是犯了财迷 还是真不计较这大盆啊 当初难为她 于是就跟这个侍女说啊 我早就看出来这个西藏的风水不正 我在中原的时候啊 就经高人指点学习过八十种五行算观察法 我从北边来的时候 我就观察过西藏的风水 这句话是人家原文我不敢改 可是我就纳闷 这文成公主进藏 怎么是从拉萨北边来的呢 这一点我是怎么想也想不通 文成公主说 我就发现这西藏血域当中啊 隐藏着一只侧卧的魔女 鹅矿湖就是这个魔女的心脏 红铁衫呢 就是这个魔女的心骨 这鹅矿湖是哪儿 这鹅矿湖啊 就是后来大昭寺的所在位置 这尺尊公主在这个地方建庙 是建一回倒一回 文成公主说了 在这建庙是对的 但是必须把这鹅矿湖填平 这红铁衫呢 好办了 上边啊 正好建的是布丹拉宫 能镇住这魔女的心骨 她说我观察了一下 咱们现在吐蕃的地形 不全好也不全坏 好的地方是真好 坏的地方是真凶 咱们先说好的 这四面八方啊 都有护佑 四面神山啊 东似笑面虎下驱 南似青龙净水 西围基础面 北围龟形磐石 这是四面 八方又有八宝护佑 这是好的 也有不好的地儿 有真凶真恶 东边的沙山呢 像魔女的刺术 南方的丘陵啊 就像大蝎子捕食 西边山上的岩石 就像魔鬼在巡视 最为凶险的就是贡巴山 这贡巴山呢 好像摩羯鱼 说白了 就是大鳄鱼 这大鳄鱼也就完了 嘴里还叼着法器 咬住了法罗 再往前走 这朗俄家呀 一线天就像一把利剑插入了吐蕃的咽喉 萨俄家就像猪鼻子一样 这些都是恶劣的风水 那这位侍女一听呢 葡萄东赶紧就给这个文成公主跪去了 就差管这公主啊 叫女王大人了 说既然您都看出来了 您一定有破解之法 于是这文成公主啊 就制定了一系列的破解 这些恶劣风水的办法 首先呢 这个两位王妃陪着藏王 到这个集学地区 波浪嘎 这个地方啊 叫梁政村 是个圣地 在这修法呀 能修到法力不变 有了法力之后啊 就能找到镇魔的办法 什么办法呀 修妙 在罗刹尼的左肩上啊 建茶珠寺 在右足上啊 建张丈寺 在右肩上 建嘎闸寺 在左足上啊 建众八江寺 在魔女的右肋上 建贡波不娶寺 左肋上 建脱空听寺 在右膝上 建了将阵隔节寺 在左膝上 建扎东哲寺 都建好了之后啊 发现不行 这魔女的手脚还能动 于是又建了四大寺 分别是这魔女的掌心和脚心 左掌心 龙广杜姆寺 左足心 霸卓杰取寺 然后依次是 智慧杜姆寺 和弄伦寺 哎 到这儿您就听明白了吧 这就是十二寺镇魔 很多这个博主 他只知十二寺镇魔 他并不知道啊 这十二寺都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不舍得呀 花这二十块钱买书不是 不光如此啊 在凶险之术上啊 还分别建有这个佛塔 石师 大自在天象 还有这个大鹏 以及啊 这个法罗等等等等的法技 来镇住妖魔 那完了吗 没完 最关键的就是填壶见寺 对呀 这俄矿壶啊 正是魔女的心脏 得把这壶填上啊 兼大招寺小招寺 把这两宗佛像安放好了 才能真正的镇住魔女 其实呢 怎么填这个壶 怎么建这个寺 这文成公主 是给他们写了一个详细的 书面材料的 并且呢 也给这位传话的侍女啊 详细的讲述过 但是呢 这设计史 总设计师 虽然是文成公主 但是施工方呢 这甲方大爷呀 却是这个耻孙公主 这耻孙公主 施工吧 拿过来这个文成公主 给写的这图纸一看呢 这图纸认识她 她不认识这图纸 上边密密麻麻写的呀 都是小凯 哎 唐凯吗 这耻孙公主 眨眨眨眼咽了口唾沫呀 没言语 怎么呢 不认字 只有让这个侍女给她讲 这个侍女呀 倒是讲的挺清楚 挺明白 只不过有的步骤 讲颠倒了 于是呢 就按照这个侍女 讲的步骤 开始填壶 可是怎么填呢 也填不上 大土框里边 装满了砂石 倒到壶里 呼的一下子 就没了 这湖水 虽然很浑浊呀 但是总填不到底 后来还是把这个藏王 松赞干部请来 松赞干部施法 把自己的金六子 扔在了壶里 这才定住了湖水 把这湖啊填平了 可是就因为步骤不对 在这平地上建庙啊 是怎么建 怎么塌 白天建庙 晚上啊 鬼哭狼嚎一番之后啊 这庙就塌了 这尺尊公主啊 不说好好的研究人 这工程师给这图纸啊 他就到这松赞根部跟前啊 去告雕壮 他说要然呢 就是这个文成公主的办法 不灵 要不然呢 就是他出这方案的时候啊 这里边有图首 那这工地要是出了问题 那也得是先研究图纸 然后呢 勘查这个工程质量 最后才能做出这个处理意见 松赞干部啊 拿过图纸一看 也不计他呀 怎么那么聪明 就认识汉字 他说不对呀 人家图纸写的清楚 是你们施工有问题呀 于是按照图纸的方针 重新施工 这才建起了大招 小招四 把两尊佛像安放其中 从此这血域高原 才天下太平 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还有说法就是到西藏啊 灭佛时期 那些支持本家的大臣 以及本校的巫师啊 就诬陷这个文成公主 当然那会文成公主啊 已经轰视了 说她就是这个魔女的化身 她建这十二座庙 是压制住了土拨的风水 有这个兴唐灭土之意 那前面的武士达赖佛爷 这说法是扯淡 那这种说法就更是扯淡 那我大胆的说一下 这武士达赖佛爷 写这本书真的是要说明着大唐的勘语之书 这文成公主有多大的本事吗 不是 她就是想借助她的书来说明只有佛教 在西藏这一地区才是正法 这本教就是祸害老百姓的魔法魔女 兴佛教灭本教啊 这一地区才能够太平 她是要强调这个佛法在这一地区的正硕性 得了 今儿咱这故事就讲到这儿 好不好的呢 您多包含 如果您要想啊 看这本武士达赖写的这部 西藏王臣护法记 又不想呢 顶着大太阳去书店投书 我这有电子版 您把您的影片留下 我啊给您发到您的邮箱里 您别忘了 我的老听户支持我呀 就请您关注点赞并留言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都很关键哦 得嘞您早歇着咱明儿见